這個方法就不太適合 但是用國際彈的方法 其實在西方音樂也有很多 就算不是彈浮行曲 也有些方法叫做fake book 即是假的 假的方法來彈 就算是古典音樂 也是這樣彈法 就像我們彈的譜 就是meditation 但是它的右手的melody 仍然是五線譜 但是它的左手就是彈chord 如果你看到C chord 它也是這樣彈法 所以我們的方法 好像我剛才說的 不是全部是創新出來的 可以說是拿了不同的component 放在一起 盡量把它簡化 讓它可以容易彈 那你剛才用簡號 和傳統的方法的不同 那你Fly piano的彈琴方法 可不可以兩隻手彈呢 因為我彈這個Fake book 就是用兩隻手的 就是右手就是彈 主要的音 左手也是要彈chord 所以我們左手的主要 再用就是彈chord 但是右手就只能彈melody 有些朋友或者有些學生 就是彈一彈 那些女的音很軟 就用左手彈 那我就說不行 就用右手彈 因為左手有很大的用途 因為這個Fake book 這個Fake book的彈法 其實是很多學問的 如果你們去走廊聽音樂 就是很多專業彈jazz 他們的方法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都是用左手彈 是彈的 因為他們沒有跟著琴譜 跟著鋼琴的方法彈 就是你會聽到很多變化 那始終琴呢 主要都是用五線譜的那些歌 那其實你會不會 在簡譜上讓學生去彈 很難找呢 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是剛剛相反的 因為尤其我們的學生 就是一些同學 現在都是彈的中文歌多 喜歡中文的時代歌 不過我就主要彈時代曲 時代曲呢 就是在網上 就很容易找到這些歌 這些一般的歌 你上網就可以找到的 嗯 就算如果你是英文歌 你走上網上 你說My heart will go on 眼泡 你都會找到眼泡出來的 就是一般普通的歌 就是普通的歌 都會找到眼泡出來的 嗯 也有些很特別的歌 你如果想彈 就找不到的 所以我也會教一些朋友 怎樣 如果你有想找的歌 你只是找到 五線譜 五線譜 那你怎樣把它轉成眼泡呢 即是好像這個這樣 你如果唱的 即是你這個 So it must have been called in this shadow 這樣 那你就可以看著那個key是什麼 這個是b black key 到 miss over here 到那 這樣就寫了一個簡譜 這樣才彈這樣 即是說 其實你的方法 一開始會教學生 怎樣看五線譜 因為他都要懂得 很簡單的音樂是怎樣 然後可以把它翻譯成簡譜 是嗎 不是 我們全部用簡譜的 好 我們現在要休息一會 好 回來之後 再跟我們解釋一下 怎樣讓學生懂得把五線譜 變成簡譜 langu 우리 始終於 ましょう